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有人說叫政府你慎防將國安法武器化 我真的很驚訝 國安法是一條保護國家安全 香港安全的法律條文 某程度上它本身是一個法治的武器 懲罰的是一些犯罪的人 這個國安法是用來警惡懲奸的 因為它既有防範 又有制止 又有懲治的功能 所以將國安法和武器化放在一起 我真的難以理解 反之過去一年我們看到什麼被武器化 金融體系被武器化 用來做制裁 用來起底 這個正正就是要透過這條 相當有正氣的國家安全法 來處理和保障香港市民的安全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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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 Give me a couple of video 指導 we can find us 請給我們